屏東市第十八屆市長就職即交接典禮 在屏東市公所大禮堂舉行 由縣府參議黃道東主持兼交儀式 以事已自成 客出國家法律 尽忠之首 報效國家 不萬會公堂 不但用人員 新任市長林協松宣誓後 由卸任代理市長陳清水交接市長應信 林協松正式就任 他隨即發表施政目標 林協松說 平農市歷任市長 為平農市基礎建設打下穩固的基礎 黃靖市提出路坪 燈亮水溝通 夜寿山推動健康城市 陳清水則是著重在縣市合作 它將會延續下去整個建設 未來將多種樹 垃圾減亮 打造平農市成為健康幸福的生態城市 我們要來打造一個 健康幸福的生態 生態城市 生態城市是一個 向我們帶出的 帶給我們所謂建設和諧共存的 這個生態城市 林協松也只是市政團地 未來要通力合作 集思廣闢 發揮創意 秉持熱誠服務 辯明立民的態度 共同為屏東市的發展來打拼 他強調未來他會做一位平時看得到 有事找得到 證件做得到的三道市長 不負市民期待 屏東新聞張如荺章智豪采訪報導 本地的證件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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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